台北市外华南机场夜市附近 下午一颗12公尺高的路数根部烂掉倒塌 虽然一旁店家早有警觉幸运的闪避 不过路过的机车骑士当场被击中 幸好这名骑士只有轻微的擦措伤 松一之后没有打碍 小吃店旁的路数缓缓移动 店家察觉不对劲赶紧跑到户外躲避 结果不到三秒钟 12公尺高的路数就倒塌 路过的女骑士被击中 重摔倒地 手也受伤了 我在车子上面我骑过去车子 那个树就自然倒下来 没有受伤严重 刚刚去检查了 倒下来的时候我也就是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缓神了 不及其次受到惊吓 店家也一样 店家骑了屋顶遮雨棚跟布木 被倒塌了路数拉扯脱落 警消货报道场也围起封锁线 我老公说 好像都被倒下来 走是外面的 我马上走是倒下来 我老公说 收起来 可是来不及啊 这个一般的路数 它已经五六十年了 10号下午3点27分 北市万华南机厂夜市附近 这一棵12公尺高的路数 突然倒塌 两线车道被堵死 交通一度受到影响 北市公园路灯管理处 联系厂商排除 出不调查这个路数 是民众私人栽种的 要赔偿 恐怕也只能跟店家协调 就是把我送到医院 就没人问了 也没有管了 但是也没人来问 也没来关心 也没有说安慰 说实在的真的是有吓到 大树倒塌 虽然惊喜 但是歧视伤势轻微 简单包扎后 并无大碍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含